一家酒店持续流行40年是什么概念 在香港维多利亚港旁 这座靠海建筑 四星 环旧 不懂的人会纳闷他跳脱当下的时代感 懂的人则会走近他 把他的经典反复赞叹 在群雄逐鹿的香港酒店圈 他在80年代开业后 便先后成为历经和周济的旗舰酒店 甚至引得周星驰都在电影里玩起了梗 2023年 他经历过一轮大规模翻新以后 以历经品牌低调回归 他保留甚至重现了曾经的经典项目 又在面貌上再一次超前于当下的审美 必须要提及的是酒店设计师卢志荣 他的设计涵盖建筑雕塑 室内与家具等多个领域 但香港历经其实是他的首间酒店作品 这间酒店像是一场相愁 在创作者和体验者之间 建立起了情感共联 进入酒店内饰 右侧的长幅卷轴 重现了酒店开业至今的精华艺术收藏 却通过多媒体的形式 再造出了一幅新艺术品 这是一场时间的回望 紧接着王祖 衔接岛屿式的礼宾簿 和一个小的休息区域 大唐八的零点菜单说实话 真心不错 双层的挑高空间 给人以更饱满的视觉体验 晚间以香槟作为主题 也是与这氛围融合的丝丝入扣 往下延伸则是酒店的自助餐和早餐区域 个人觉得餐桌的密度有点压迫感 早餐高峰期体验起来会有明显的不便 回到地面楼层 为了平衡海景带来的冲击感 前台空间营造出静美的氛围 从花岗岩的黑色地板 到石榴扇透光的琉璃屏风 再到玛瑙大理石的前台台面 就像一笔书法的长横均匀地划过 背后的多媒体艺术装置 则更增加一些关于时间的思考 黑白水墨的感觉 延续到电梯厅 这时候再回想起 前台另一侧直通宴会厅的艺术装置 光线的汇聚 让人不由地把这里当作艺术馆空间 再来看看客房 我这次住的海景客房 也是这家酒店的标志性房型 尾港的景色不用多强调 目前在香港找不到离海更近的酒店 客房的布局和细节还是挺值得玩味的 先说两个本身对老建筑遗留问题的处理 一是为了平衡低层高带来的压抑感 天花板做成了波纹造型 二是窗外多出的窗台面积 据说本来是水槽 设计师巧妙地把它做了一个造景 反而一棵棵树 成了每间客房里唯一的艺术品 位于空间的布局很特别 尤其是浴缸 居然是这种深水泡澡的款式 既考虑了私密度 又考虑了实用度 座侧打开 居然是草色入莲青的感觉 而起居空间和外部 通过花岗岩地板的过渡 和推拉门的阻隔来实现 而且门上还依稀可以倒影背后的围杆年华 家具尽量采用了悬浮式的设计 更给人一种轻盈质感 我住的这几天 一大感觉就是不管外面多么吵闹 一回到房间 整个人就想安静下来 也许是看看书 也许只是对着海 倒一杯香槟 毒灼 发呆 酒店在翻新过程中 减少了总客房量 却额外增加了40多间套房 其中至真围港景套房尤其有意思 月亮门的灵感居然被用到了浴缸空间 卧室居然也是环形包裹 整个房间忽然在安静的氛围中 起了一点浪漫的波澜 酒店把行政酒廊放在了二楼 景观还数不错 功能区域划分也相当精致 而且有一些日茶夜酒的小心思 此外在别的餐饮空间 还有几处不太张扬的怀旧元素 一个是米其林二星中餐厅新图轩 换回了他1984年的原本名字 历经轩 餐厅的设计巧妙地使用了屏风的元素 另一个则在新开的酒吧QR 其中一面墙的墙纸 展现的是酒店八九十年代时 用餐客人的场景 而且酒吧收藏了极为罕见的古董威士忌 整个的酒吧灯光 家具都是走的复古路线 还内置了一个雪茄吧 晚上在这里和朋友小酌几杯 除了价位偏高 我找不到什么缺点 再看康体 历经有着户外的度假式泳池和泡池 和器材丰富的健身房 相比不远处的几家高楼奢华酒店 他显然知道怎么来扬长臂短 发挥独家优势 作为一家老牌酒店 大规模翻新的经典案例 香港历经 其实也带着一定的反思性 在物质足够充盈的时候 一家奢华酒店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